楚桥传非楚桥 角色生动激烈 被剧中的燕勋喜欢 而燕勋这一人物变化也是蛮大的 在前期阳光好动 毫无心机 常常帮助楚桥 可后来就慢慢黑化 变得越来越腹黑 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罢休 后来还伤害 原来帮助他的人 前期的燕勋为人正直善良 刚正不安像个大男孩 活得随性坦大 逍遥自在 丝毫没有想与文悦一样 为了家族兴衰 背负命运而活 因为背负家族使命 对谁都小心翼翼 刚开始楚桥如府 处处为难戒备他 虽然说刚开始就对楚桥 有一点点感觉却不承认 两个人一直都是互相利用 刚开始的时候 燕勋公子就被这个机灵古怪的楚桥吸引了 却只是单纯的守护 好几次也向楚桥表露了心声 可是楚桥却觉得他们两个人地位相差悬殊 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而且自己也只是感谢燕勋平时的帮忙 可是一直这么下去 只会让燕勋更加误会 所以就对燕勋卖搭理的 可燕勋依旧好好对待楚桥 保护他 爱护他 不管楚桥怎么对他 依旧如此 楚桥和燕勋一起被抓的时候 楚桥告诉了燕勋自己的真实身份 自己的真实名字 两个人承诺不说出去 好好守住这个秘密 两个人此刻还是坦诚相待的 当楚桥预感燕勋家中已遭遇不测 就想要和燕勋一起到刑场 这一刻他们又站到了一起 不论生死 楚桥依旧站在燕勋身边 安慰他帮助他 在九幽台上 楚桥看到燕勋家中遭遇不醒 感到燕勋的撕心裂肺 他的无助无奈 楚桥一面安慰 他要他活下去 一面和他互相扶持 帮助他报仇 燕勋之前帮助楚桥那么多 楚桥决定要在燕勋 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留下来 后来和语文乐误会解开后 还是选择留在燕勋身边 为了燕勋踏破铁鞋 回到燕北后 燕勋为了自己的权利 收走了楚桥的权利 希望楚桥和别人一样三从四得 燕勋问楚桥爱不爱自己 楚桥说自己也不清楚是不是爱他 这么多年 燕勋一直是自己重要的人 为了他自己才能活下去 可是燕勋后来就变得看重权利 变得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而后楚桥就说 你不该随便践踏我对你的忠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